第十三篇,一百年前没有他。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。 如果我问你,中文的他字是什么时候开始使用的? 你可能不知道。 其实,这个问题就连中国人也不一定知道。 而且,我觉得百分之九十九的中国人都不知道。 那么,今天你看了这个文章,你就超过了百分之九十九的中国人。 当然,只是在这个问题上。 在一百年以前,汉语里只有男人的他,而没有女人的他。 这个也容易理解,因为在以前,社会上重男轻女,大部分女人都不读书,也不写字。 所以,一般也不会用到这个他字。 你可能会问,如果万一要用他这个意思,怎么办? 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他,所以人们会说那个女的。 后来,到了1918年,一个叫刘半农的北京大学教授,首先使用了这个他字。 从此,在中国有了他这个字。 这是一种巨大的进步。 不过,在当时,很多人反对使用这个字。 很多学者觉得,这个新的字完全没有必要。 但是,这个字产生以后,变得越来越流行。 人们很快接受了他。 我们应该感谢刘教授。 因为他,我们有了他。 第十三篇 一百年前没有他。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。 如果我问你,中文的他字是什么时候开始使用的? 你可能不知道。 其实,这个问题就连中国人也不一定知道。 而且,我觉得,百分之九十九的中国人都不知道。 那么,今天,你看了这个文章,你就超过了百分之九十九的中国人。 当然,只是在这个问题上。 在一百年以前,汉语里只有男人的他,而没有女人的他。 这个也容易理解,因为在以前,社会上,重男、轻女。 大部分女人都不读书,也不写字。 所以,一般也不会用到这个他字。 你可能会问,如果万一要用他这个意思,怎么办? 因为,那个时候,没有他,所以人们会说,那个女的。 后来,到了1918年,一个叫刘半农的北京大学教授,首先使用了这个他字。 从此,在中国,在中国,有了他这个字。 这是一种巨大的进步。 不过,在当时,很多人反对使用这个字。 很多学者觉得,这个新的字,完全没有必要。 但是,这个字产生以后,变得越来越流行。 人们很快接受了它。 我们应该感谢刘教授。 因为他,我们有了他。 2019年,张老师与大连。 z直播, 并 вся决定。 z直播, 并在桑妈妈。